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就这是不能试 这一条就得过 拍摄过程中也挺刺激的 挺不错的一次体验 报复戏啊 还有一些场景啊 有被震撼到 我们这次的任务 是协助当地警方 在马纳夫广场一带巡逻 我要还原一个地方 建立一个世界 必须某一个视觉 都要给观众要看到 走着从头到尾 一敲个半年以下 七八个月吧 从整个搭建的调角屋 包括贫民窟 现场的一些道具 巨子也是非常用心 按我们任务区的实况 进行了一个还原 有问过他们一些 真实的一些环境 是什么样的 走走走 当我第一次到我们那个广场里面 我都是傻了 我那个就是非洲 我们捡起状怨 捡起三 一二三 抱了很多次 过来看那个回放的火焰 我好大 爆破啊 枪战的这些戏 工作人员们先试过一遍 才会让我们演员去做 跌头 射车车 我们是中国维和警察 你们在这里一举一动 代表的是中国 维和警察 到底战争和死亡最近的 万里挑一的一份神圣之业 睡了之后 我实际上就带着国家去 我非常自豪 我们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 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我们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就是要传播这种这个薪水 要记住这些英雄 这个群体 队长 让我上 维和警察是真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军动 非常感谢有这么一群人到世界各个地方 帮助当地的人维护当地的秩序 传递爱与和平的这样子一个队伍 维护和平的 共享和平的 值得有一部电影去歌颂他们的 You are a little We are no heroes We are just police